第1451集 张涛瞥了他一眼 笑道 你去 天魁能跑掉 那就开启 跑不掉 不会开启的 不会让红宇这些人离开的 天机一听满脸绝望 我现在跟去 明摆着没希望啊 天魁跑得快 人族才会开启 天魁跑得慢 怕红宇这些家伙出去后 制造大麻烦 人族不会开启的 如此一来 开启的概率不大 就算开启了 他还在红宇他们后面 哪能离开 张涛忽然癫狂大笑道 走 往哪走 这地方是坟墓 假天坟也是真天坟 哪怕原来不是 现在也是 都要玩 那就玩到死 不死 十个八个天王 一个都别出去 张涛历喉一声 破空而出 迅速朝方平 他们那边杀去 让鲜血染红这片天地 敌人的 自己的 人族五十多位决颠强者 杀到今日 哪怕后续进来了 方平和田木 包括之前突破的 吴川赵新吴几位 此刻人数也不到三十人了 死伤过半了 如此情况下 谁能走 要死 那就都死在这儿好了 带着必死的决心 张涛杀了出去 李主 更亡 逊亡 三亡又如何 他还有手段 此刻 大道轰鸣 他要荣道方平 他要为方平 续接大道 斩天王 杀的三界胆寒 再胆寒 看你们有多少强者 可以被杀 死多少才算多 这一刻 一条大道贯穿天地 虚影投射 直奔方平而去 小子 撑住了 人族还有人在 还有人没命 李震 蒋天明 杀什么狗屁圣人 都给老子过来 容了这道 破了这天 杀死这群畜生 这一声立鹤 响彻死方 下一刻 李震这些人 纷纷气血冲销 连成一体 看都不看天败 迅速朝方平那边赶去 天败脸色铁青 却是犹豫片刻 转身就跑 真的疯了 诸方强者联手 逼疯了人族 人族所有强者 都已经疯了 居然要全人族 强者容道方平 就不怕方平撑死吗 就不怕直接撑爆了方平 就不怕容道后 方平被杀 人族彻底没落 连一位真神都没吗 是啊 他们没什么好怕的了 天败忽然思绪复杂 还有什么好怕的 都杀到了这地步 真的没什么好怕的了 这一刻四面八方人不多 却是气血覆盖天地 有人大吼一声 今日当尊方平为王 人族之王 容我人道 斩杀四方敌 血洗三界 尊方平为王 斩四方大敌 去我人道 天地撼动 心寒 当那一条条大道浮现 所有人都心寒 什么样的魄力 都能让这数十人族顶级强者 都心甘情愿容道一人 成全一人 斩杀四方 天地颤动 血雨瓢泼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 让所有人动容 前有六位禁帝 容道张涛 转头人族所有强者 要容道方平 这些人真的没一个怕死的吗 容道 要死的呀 许我人道 斩四方敌 当那一声声凄厉吼声传来 哪怕天王也发自内心的寒冷 人族到底怎么了 杀的只是方平他们这些天骄 这些人不懂吗 没说一定要灭亡人族 为何会如此 千万年的寿命 就这么放弃了 真的值得吗 哈哈哈哈 一声畅笑再次响彻天地 方平大笑 肉身一次次被磨灭 精神力一次次被炸毁 可他就是在笑 笑得肆意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害怕了吗 强大又如何 强大就可以摧毁一切吗 强大就可以磨灭我们的斗志吗 我们就是为战而生 战四方 战四方 容道方平 成全人亡 这一瞬间 剩下的不足三十位决颠强者 纷纷朝方平移动而来 容道 绝颠 在此地不算强大 然而此刻却是撼动人心 震慑死方 哪一个时代有过这样的壮烈 一个种族的强者都在赴死 下一秒殉王怒吼道 杀 杀光了这些人 容道 谁给你们机会去容道 他们难以想象 集合了人族所有强者容道方平会诞生什么样的怪物 当日张涛容道六位近地强者最终达到了古圣的地步 实力拔高了许多 而当日的张涛 实力远不如现在的方平 何况还有张涛这位天王级强者在 他们难以想象破七还是更强 你能杀谁 这一刻张涛大道通天 踏破空间而来 不负昔日嬉皮笑脸 此刻冷酷异常 武王张涛 放平 心武是杀出来的 莫要忘了初衷 清算三界 他们没资格 要清算 也是我心武来清算 话音未落 李主一拳鸿出 张涛抱吼一声 大道凝聚成刀 一刀斩下轰隆一声 天地轰鸣 张涛倒退树部 李主拳头流血 就在此刻 张涛大道在线 瞬间朝方平覆盖而去 驯王和更王纷纷出手 抱吼一声杀向大道 不能让他们容道 想活难想死意 你们拦得住吗 张涛哈哈大笑 喝道 方平 入我本源 容我大道 斩了他们 想拦住他们容道 哪有那么简单 大道本无形 本源最神秘 拦不住的 此刻 方平再度恢复肉身 已经眼神黯淡 闻言节节怪笑 笑声甚人 早就想看看你的大道了 你非要拦着 老东西 你死了 我会给你报仇的 血泪低落 一眨眼方平 金身再次被打爆 然而方平已经本源散开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张涛身体微微一震 哈哈大笑 不再和三人硬碰硬 飞速朝那些人族强者飞去 李竹 两位天王怒吼 破气的强者 怎么可能就这点实力 连张涛都拦不住 李竹还藏着眼着 想干什么 李竹眼神微变 接着立鹤道 一起入他本源 斩他本源 灭杀他们 本源之战 只要精神力强大 便可拉扯对方进入自己本源 精神力一到的强者 最喜欢的就是 拉人进入本源对战 消灭本源 比斩肉身灭灵石更直接 可李竹一人不敢进入 是有些不敢 怕出问题 人王和武王的本源 有些特殊 这一点他早就看出来了 真进去了 也许会出事 不过三王都在 那就联手斩他们 此话已出 两位天王微微 犹豫片刻 瞬间的功夫 两人一咬牙 喝道 入本源斩制 下一刻 三大强者低贺一声 本源气爆发 入本源交战 斩灭二人本源 哪怕方平这些家伙手段极多 也得死 而就在此刻 战王怒吼道 张涛 放开本源 来 张涛抱贺一声 身上本源气爆发 一座虚幻的世界降临 战王怒吼 老伙计们 打本源通道 来了 四方强者高贺 紧接着四面八方 二十多条巨大无比的桥梁贯穿天地 朝张涛 展露的本源世界覆盖而去 战王和冥王最为强大 一座如梦如幻的桥梁 瞬间落在了那方虚幻世界之上 这时候 战王和冥王肉身还在原地 可本源体 却是瞬间通过桥梁 朝张涛的本源世界走去 如梦如幻 非真非假 这就是本源 这一刻 人族强者的本源起频率 波动好像有些一致 这就是人王荣道的奥秘 否则 这条通道都难以搭建起来 空间战场中 镇天王怒吼一声 宛如太古金刚 双拳轰破世界 狂吹前王 古鸣声传出 前王如同皮骨 被垂击的五脏六腑爆裂 血肉横飞 朕还是利爪切割 抓住镇天王的脑袋 利爪如同抓住了玻璃 划出了尖锐刺耳声 带出一串串火光 火星散落虚空 直接将虚空点燃 别容道 镇天王怒吼 咆哮 容道 人族就毁了 哪怕方平还活着 可这世道 是一个人可以撑起一片天的世道吗 若是可以 他镇天王何苦隐姓埋名八千年 这些人都是种子 心舞的种子 人族的种子 今日容道 人族也毁了大半了 都不让我们活 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 李老鬼 日后人族拜托你了 别容道 镇天王再次咆哮 一拳轰的钱王胸口洞穿 接着迅速朝那边赶去 镇海使和钱王此刻也是怒不可遏 镇海使冷哼一声 翅膀煽动 虚空破碎 巨风来袭 瞬间将镇天王困在了原地 冷喝道 你不放本座走 那都别走了 在场几人也各有心思 容道 容了 人族就剩下方平了 方平可以破八吗 不可能的事 既然如此 对付三王 路死谁手 尚未可知 离主破七 两位古老天王 也未必就是现在的实力 最大的可能 最终人族全灭 三王当中可能有一人陨落 倒霉的话 两人陨落 如此一来死伤无数 可死的却不是他们 空间战场 此刻已经颤动 终究不是黄者本源 哪怕化为战场后 稳固性大增 此刻也难以承受这么多强者的火拼了 那边乱天王也是疯狂无比的轰击坤王 与此同时 还不忘关注人族那边 则的嘴有些震撼和感慨 这一代的人族好猛 他那一代 人间是什么 人间是凡臣 人间也有武者 可九品就是绝颠强者 难得出现一位真神 那也是离开人间前往地界 人间只不过是红尘地 强者都不屑去的 那个时代 人间的强者到了地界 那都是赶紧找个势力去依靠 去投靠 要不然保不准哪天就被人干掉了 乱天王也没想到 过了不到六千年 再次出现 会看到这样一群人 太凶残了 一个个看着年纪也不算太大 其中有几个 给他的感觉恐怕都不到百岁 却是凶残得如同上谷魔头 不 上谷魔头都没他们凶残 所谓的上谷魔头 天狗算吧 真海屎算吧 这些人和妖 上谷时期就是凶名赫赫 可一对比 感觉还不如这些人族凶狠 杀气都快击穿世界了 乱感慨的同时也没多管 管他呢 又不是杀自己 那些人死一个少一个 他也许可以捡点便宜 到时候去捡点骨头什么的 看看能不能打造神器 与此同时 带着九皇印顿桃的天魁回头看了一眼 也是满眼震撼 震撼的同时有些无奈 这种情况下 张涛 他们还能打开门户吗 难道等他们死了才行 真要死了 也许还能收了困天灵 怕就怕 他们还没死 自己就被后面的人追上 此刻 后方追杀而来的红宇 也是回头看去 很快转移视线 看向前方的天魁冷声道 天魁 交出九皇印 哼 天魁冷笑 他怕红宇吗 还真不怕 他封三十六胜之手的时候 坤王他都看着不顺眼 没少去挑衅 也不是个擅长 三十六胜和八王之争 就是他一手挑起的 当年红宇还是个弟弟 这时候的天魁 也不是没依仗 陡然打出了一枚圣人令 报贺道 三十六胜齐举 随奔作杀敌 崇祯大圣威名 圣人令 天魁令 上古一令出 不管三十六胜 依附何方 令出必从 此地三十六胜不少 除了神教三位 还有四位独立的 三十六胜中人进入 这时候 包括之前被方平打劫了的那位 也是神情激动起来 第一胜回归了 当年带着他们 战八王统领天庭大军 横扫四方的第一胜 归来了 天机归位 天勇归位 这时候 四方四胜报后 古圣归位 在这破地方 他们受够了 哪怕圣人都是朝不保夕 哪怕他们这些古圣 也要面临生死危机 而今第一圣归来 当重振上古三十六胜之位 四方大圣纷纷破空而来 三枚圣人令 也是从三方飞来 另外一人 被方平夺走了圣人令 此刻有些脸黑 却是也没管这些 一股本元气降临 这时候 天空中 四方宇宙降临 封锁世界 天魁也是抱贺一声 气急爆发 能量光注翰天 轰隆一声 巨响声传来 天魁气急冲销 虚空中 一朵白色莲花战开 花开七瓣 红鱼 你算什么东西 四圣 击杀天之天命 诺 四圣大吼眼神激动 二王算什么东西 当年 他们威慑四方的时候 二王不过是个 毕马温般的小角色 而今也敢追杀第一圣 好大的胆子 四圣迅速朝二王 镇压而去 天魁这次也不跑了 转身杀向红雨 后方月灵 止住了脚步 再后方 天急目然至极 我早猜到了 花开七瓣而已 有种你开八瓣 那老子才算你厉害 没开八瓣 你想让我惊讶吗 不可能的事 天急忽然发现 自己心态好的不行 这时候还有闲情意志 在后方调侃道 红雨 你也开七瓣玩玩 月灵 你能开七瓣花吗 能开 老子算你们厉害 月灵回头 瞥了他一眼 接着转头 无视了他 幼稚 天急痴笑 开不了吧